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無論香港和世界各地COVID的疫情 都已經由一種叫做Omicron BA5的病毒去主導 這種Omicron的變種 令世界各地確診新冠肺炎的人數不斷增加 以及入院的人數也隨之不斷上升 這個消息出現之後 大家的看法都幾兩極化 美國政府那方面似乎想將它放下一點 想告訴大家大家已經打了針 有很多人感染過 已經有一定抵抗力了 這個BA5不會死人的 大家不需要太緊張 很多地方都不用戴口罩 我們都不會資助這麼多測試 大家共存 另外一個在網上很流行的說法 就是一些末日論 即是說這個BA5 傳染力前所未有那麼高 大部分人所有人都會感染 我們人類的結局終於來到 那麼究竟真相是怎樣呢 今天就和大家破壞一章 第一件事 大家聽不少人在網上說 這個BA5 就是Omicron的BA5病毒 傳染力極高 那個Outlock 即是說平均傳染人的指數 即是一個感染的人傳染到 周圍多少人的指數 它這個Outlock 說去到十幾 說經過麻疹 有時以來沒那麼厲害 大家一定都會中的 沒得救的了 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並不是事實 病毒就未必需要 本身的傳染力超特別高 才會傳染 好像現在那麼多人的 那麼它可以靠另一個機制 即我們叫做immuno evasive 就是immuno evasiveness 就是說它能夠避開我們免疫系統 抗體的攻擊 那種這樣的能來有多厲害 那麼明顯是Omicron的BA5 就對於避開我們免疫系統 那麼抗體的攻擊 都頗有板斧的 那麼主要的原理就是說 病毒 大家知道 就表面有那些激蛋白 有些spite protein在這裡 那麼就是說spite protein 就要是病毒變種 那麼就是那個spite protein 的結構都不斷變種 那麼簡單說 如果當初元祖的COVID的病毒 就是陶結這樣計 那麼它一路變種 例如Alpha、Beta等到Delta Delta是甚麼呢 就是Delta你可以當它是黃秋生 那就是說陶結和黃秋生 都有幾分相似 就是面相上 大家都非常貴氣 那意思就是說 那樣的身體 都要認得他們的 那就是說 你基本上 如果陶結變成黃秋生 你基本上你都認得他 那但是Omicron是甚麼呢 Omicron 你可以當它做白兩金 那就是說 它的樣子已經完全變了 那你看到白兩金 你不會想起黃秋生 也不會想起陶結 那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 即使你打過針 大家也知道 那些針全部都是基於 元祖病毒那裏做出來的 那就算你之前感染過 COVID 天然感染過 你感染過元祖病毒 Omicron,Alpha,Beta,Delta 甚至乎 早期的Omicron BA12 那樣的都好 那因為那樣子已經變得太多了 Omicron BA5 那所以呢 今次這一波 就這一群人 即是包含一些 很幸運 從來都沒有感染過的人 就全部都會被這個 有機會被這個BA5感染的 那所以呢 這個case 就會增加了 那當然case 增加了的話 入院的那個人數 亦都會隨之增加的 那好彩呢 暫時來看 就不是說 很多證據 顯示這個BA5 引致更多的死亡 那意思 即如果大家覺得 這樣都難明白 那我或者舉多個例 即是說 好像有一個賊 譬如整條街的屋 他都走來爆隔 全部成功爆隔 搶了錢 那樣 那他第一次來 成功了 那他成功了之後 大家都換了門鎖 那就是做預防措施 那但是隔一段時間之內 這個賊又再回來 那他又成功爆隔了 全條街 那賺了錢 那大家知不知道 那原因 那原來的原因 就是大家雖然前門 就加了鎖 那但是這次的賊 就在後門那裡進去 那樣 那變成了 就說 並不是那賊 有什麼三頭六臂 不過他就改變了 少許策略 那在後門進去 他都能夠成功打劫 那意思 那這個Omicron BA5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幸好一件事 大家如果看一看數據 就是Omicron BA1 它比起之前的Delta變種病毒 我們身體的抗體能夠對付 Omicron BA1的能力 就比起對付Delta的能力 就降低了20到40倍 就是說 Omicron BA1的激蛋白 就跟Delta的激蛋白的相距 真的非常之軟 變成了 我們的抗體對付的能力 就降低了20到40倍 所以就今年年初開始 就是Omicron BA1 當初那波Omicron 為什麼會感染這麼多人呢 但是至於現在 Omicron BA5 比起當初的Omicron的變種 那究竟我們身體的抗體 對付的能力降低了多少呢 好在今次只是降低了 三至四倍那麼多 不是真的爭得那麼遠 就是說Omicron BA5 和Omicron BA1 那就是大家都是Omicron 那就是有些分別的了 但是都不是相距得太遠的 那身體的免疫系統 基本上都是認到一點的 那所以就應該 這次這一波的BA5 就比起Delta之後 Omicron 初初出現 那一波感染這麼多人 那種全球大爆發 這個幅度應該就不會那麼誇張的 那事實呢 數據亦都顯示 比如在英國這樣計算 只是有15%的人 就是全國人口 只有15%的人 從來沒有感染過COVID的 那但是今次這一波 Omicron BA5 就是新症裏面 就70%都是這些 從來都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之前感染過 就是早前的那些變種 Eva Beta 元祖病毒 Delta 那樣的各種 那甚至是Omicron 那些早期的變異 那或者你打了 那些各種的預防針也好 多多少少都有些保護 對於這個Omicron BA5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不會說 大部分新症的人 都是從來沒有感染過的 大家明白嗎 總結一句 就說 雖則說 我們會預期 接下來這一兩個月 都會看得見 Omicron BA5的Case 就會越來越多 那入院的數字 應該都會慢慢多了 但是死亡率 照計 預計 就不會特別高很多 因為打了疫苗 或者天然感染 都仍然可以有效 阻止了死亡 或者重症的機會 那就是說 我們不會說 好像當日 好像Day1那樣 說完全沒有抵抗力 那種那麼慘情的狀況發生 不會好像2020年初頭那麼慘 但是這樣 是不是代表 我們可以將它 完全不理 自知不理 沒有事 什麼都沒有 那我覺得又不是 就是說 它會影響到很多人 會病 那就算不是嚴重 那可能你回不了工 回不了學 那就是你會影響到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經濟都不好 回不了工 回不了學 又影響了經濟 那多了人入院 那就是入院的那個 staffing 那些人手 又不足夠 那很多人可能做到怕 又有辭職 都不是沒有影響的 那再者就說 會不會有感染了之後 會有些人有 就是Long-Covid 大家要知道 就是如果病毒 大量傳播的話 都是會令到它產生 下一種變種的機會 又更加高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比較中庸的做法 就是我們已經有不少的板斧 去應付這個疫情 繼續要幫一些 的弱勢 如果還沒打齊那些 加強劑的老人家 那些就要打回 那藥物那裡 我們要更加令到它更容易一些 可以給到有需要的人吃到 預防他們入院 那適當的社會寶座 給一些人不能上班的 有一些資助他們的生活 要資助那些測試 各樣這些措施配合著 將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 都是重要的 那其實這一個就是共存的真體 就是說共存呢 就不是說當它是沒有東西 當它不存在 而是我們知道它存在 但是我們又有一定的方法 去對付它 那我們有智慧地用這些 有證有據 有科學根據的方法 去將那個病毒 對我們的影響減到最低 這樣才是共存了 那這件事情 才是大家應該做的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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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